大家好啊 接着给大家读这些红二代红三代啊 这个 任乡 任毕时的人 湖南的乡 原中国地质学会的副会长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会长啊 他爹是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 那他是任毕时的侄子 那看来这个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 和任毕时 是亲兄弟或者堂兄弟的关系啊 肖双 北京卡林卡合唱团的副团长 卡林卡这名字一听就是个俄罗斯名字啊 这个解放军啊 共产党里边的高官啊 尤其军队的 他们比较亲苏 亲苏的人很多 虽然后来跟苏联要打仗 但是他们还是 还是亲苏啊 他是原来总政治部主任 肖华上将的女儿啊 肖双 还有一个叫肖禄的 双和禄啊 这个 是商务部司局级的干部 也是肖华的女儿啊 上将啊 商务部原来的外经贸部啊 然后有一个叫李同言的 是原来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的女儿 李达啊 原来刘邓大军的参谋长啊 李达上将 这个 他叫世界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还有一个叫石小红的 是原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闺女啊 这个人我是第一次知道啊 他是民阁 河南省委的副主委兼秘书长 民阁 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啊 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批国民党 包括什么李配尧啊 李继生呀 副作义啊 张志忠啊 这批人啊 罗宾 罗宾啊 原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的主任 少将 实际是总参外事局的 就是总参二部外事局的这个 部长 他实际上也在总参三部工作过 他也是三部的部长 总参三部就是技术侦察部的 二部是情报部的 都是通着的 都是总参情报部门 他是前副总参部长武修全的儿子 武修全就是老情报头子 武修全 李克农 这都做情报工作的 像武修全和李克农 他们都是 同时比如说 兼着外交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 其实都是搞情报的 这罗宾还有另外的名字啊 他原来被别人收养过 被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在甘肃兰州的时候 乐美珍姓乐啊 是武修全的女婿 武修全好像四五个姑娘了 那个好几个女婿 其中这个女婿 是新华社台湾事务部的副部长 李宝华 李宝华是李大钊的儿子 刚才我提到李大钊了 被张作霖杀了在北京 给绞刑绞死的 这是李大钊的儿子啊 原来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央行啊 是吧 担任过行长的很多 是吧 有一个叫什么 戴相龙的 是吧 不是到天津当市委书记 他的女婿不叫车锋吗 是吧 车锋好像被抓起来了 也是搞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还有叫李青的 李青是李大钊的孙子 那应该就是李宝华的儿子 到浙江省政协当副主席去了 吴孟华 吴孟华 口天吴 孟江女的孟 中华的华 原来叫博爱文化馆的馆长 他是陈独秀的外孙女 陈独秀俩儿子吧 一个陈乔年一个陈延年吧 然后可能还有女儿啊 陈独秀后来就脱党了 就脱离共产党了 虽然他资格很早啊 还有一个叫陈红的啊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系主任 这是陈独秀的孙女啊 陈红 叫陈红的很多 是吧 这个演艺圈 嫁给陈凯歌的不也叫陈红吗 是吧 好像还有一个陈红吧 是唱歌的 是吧 至少俩陈红 演艺圈 这个唱歌的有陈红 还有陈林 是吧 好像后来还出了什么事 什么跳楼自杀吧 什么离婚吧 是吧 那个陈林啊 邓怀生 江怀的怀啊 是中国好华化工公司原副总裁 是原来邓子辉老革命啊 副院长邓子辉的儿子 怀生 当年新四军 他们是新四军这波的 邓子辉啊 张鼎成啊 陈毅啊 素玉 他们是新四军 应该就是在淮河两岸 打游击 生的他 许露西 许露西啊 许露西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导师 他是许德恒 全国人大副院长许德恒的闺女 他的老公是两弹元勋 搞原子弹轻弹的元勋 叫邓家仙 陈军石 君子的军 石头的石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就是原来的中国的叫国家的防御战啊 这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学专家 他是谁的外孙呢 是柳亚子的外孙子 柳亚子不是在重庆跟毛泽东一唱一鹤 是吧 什么百年魔怪五篇千 属于文化人吧 也是红色文化人 这个柳亚子是当过华东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那名义上是华东的 整个这六七个省的二把手或者三把手 当然只是名义上 应该是一个荣誉职位 没有实际权利 后来担任过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 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外孙啊 就像郭德纲啊 一提这个孙岳啊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的外孙啊 中央文史馆 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 是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 是一回事 对外 也可以叫中央文史馆 也可以叫国务院参事室 这个就在哪啊 就在前门东大街 马路北 北京市公安局的西侧 然后有个叫毛玉林的 毛玉林是中国海外联络委员会 中国海外联谊委员会或者联络委员会啊 这都是统战组组织副主任 他是毛以生基金会的秘书长 这位毛玉林是毛玉生的闺女 毛玉生应该是一个桥梁专家吧 毛玉生担任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也算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这个圈子就像满清的那个红带子 黄带子 宗室觉罗 这能至少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 非常庞大的一个阶层啊 有一位叫运锡中的运锡中啊 运带英的唯一的儿子 是一个电子通讯方面的专家 是原来的上海航天局的创建者啊 运锡中 还有一个叫运谱 杜甫的甫运辅明的 杜甫的甫明记的名 运辅明的 是空军的一个大校军官 现在是新民晚报的总编 总编辑办公室的主任 这个人是运带英的侄子 还有一个叫运顺方的 运顺方 是原来中南大学副书记 中南大学应该是武汉吧 她是运带英的妹妹 还有一个叫伊利苏亚的 伊利苏亚 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办公室的巡视员 巡视员啊 有可能是个局级干部啊 就是全国政协民宗委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啊 他是谁呢 他是原来政协副主席 鲍尔汗的闺女 鲍尔汗新疆的维吾尔族 好像原籍是阿图什 阿图什是克州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 但是不管是克州 还是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 还是布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基本上维吾尔族 基本上维吾尔族要比克尔克兹族 或者蒙古族人都多 还有一位叫周俊宇的周俊宇 俊马的俊 羽毛的羽 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原副委员长周古成的儿子 你看基本上党政军 特商财学 是吧 各界各界 全是有一定职务的 不能说全是很大比例的 都是这批高干 高干的儿子生高干 然后高干的儿子再生孙子 还是高干 是吧 这个有人说中国有2200多个 2200多个副部级以上干部 这个当中80% 90% 当然啊 这个东西我不掌握 我只听别人说 说8% 90%都可能 都有可能是高干子弟 都是红二代红三代 但是这个上面有些没到副部级 我看是局级干部 甚至可能是处级干部 也都有延伸 因为又分出很多旁支 他不像过去的皇帝 可能就生十个儿子 生八个儿子 他也不是 这个领导干部 是一个很大的阶层 而且不同时期 还有很多的支支叉叉 有很多分支 这出来一个叉 那出来一个支 是吧 他有不同的 而且中国人又多 是吧 然后各省 各市 各区 各机关 各部门 各权力 各种权力 各种领域 是吧 有权有势的 混的好的 有背景的 很大的一个群体 然后有叫赵展月 展览的展 show 或者叫exhibition 月 山月的月 他是英会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原来是 他是国民党的 他是国民政府的 长春市市长 赵军迈的儿子 是吧 赵军迈 不知道是长春围城的时候 死了很多老百姓 饿死了很多老百姓 那个赵军迈 当时他应该跟着 这个 应该叫 我想想 郑动国 郑动国这批人 还有一个叫潘什么的吧 反正有郑动国 还有另外一个人 我现在忘了他名字了 两个主要的国民党将领 郑动国应该是中央军嫡系 还有一个云南军 好像姓赵是姓什么 就跟着他起义 或者说他不起义 那个人也要投降共产党 他们不一样 起义是一个待遇 投诚是一个待遇 投降又是一个待遇 这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叫资华云 资华云咱们都知道啊 资华云 这个挺有名的一个老太太 还有一个 她的姐姐叫资中云 对 资中云 这个资华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应该就在后海 石刹海那附近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原所长 她是谁的闺女呢 原中国银行参事室主任 参事室都是一帮高级顾问啊 交通银行副总事长 叫资耀华的闺女 姓资的资本家的资 副东局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编辑部副主任 著名起义将领 副作义的闺女 她对她爸爸的起义起了很大作用 她把她爸爸的保险规钥匙偷出来 把很多机密的军事文件 非常绝密东西 通过崔岳梨 后来卫生部部长 也是地下党 然后转给了共产党解放军 当时主张起义的 主张和平的 不想再打仗了 还有当时的北平市的市长 何思源 何思源是山东何泽人 娶了一个意大利还是法国的媳妇 生了好几个混血孩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何鲁莉 何鲁莉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大夫 后来还当到全国人大副院长 还有冯拱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总监 兼副团长 他也算红二代啊 实际他是北洋 北洋四代 他是北洋政府的 原来当过几天大总统 时间不长 冯国璋的曾孙 是吧 儿子孙的曾孙 搭了孙 这个冯国璋啊 河北河间人 北洋系的啊 直系的老直系的 然后有徐庆平 是中国人民大学 徐悲鸿艺术学院的院长 点让他当 因为他爹是徐悲鸿 他爹是徐悲鸿 当过中央美院 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 潘公凯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他是原来中国美术家协会 美术协会副主席 潘天寿的儿子 许德心 温馨的心啊 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 原中共川东清伟 宣传部长 这个革命烈士 是徐小轩之女 红颜里边 一个是许云峰 一个是江姐 这个徐小轩 就是许云峰的原型 主要原型 被国民党杀了 共产党马上打到重庆了 被杀了 许德心啊 是他闺女 这个现在有很多红二代 他爹他妈 尤其他爹 早就不在人世了 就是被国民党杀了 所谓的烈士遗孤 这一拨人的群体 人也不少 这个你看这个 徐小轩啊 许云峰啊 这个红颜里边 这个他的闺女 就当了这个 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了 走官路了 江姐 江朱云的儿子 全家移民美国了 走的路就不一样了 邓成城 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 他是 著名爱国将领 原甘肃省长 邓宝山的儿子 这个傅作义能投降共产党 邓宝山也起了作用 邓宝山一再的劝说 邓宝山的房地 原来主要在陕北榆林 也是对着延安 防着共产党 打共产党的 这个 但是邓宝山呀 傅作义 他们都是砸牌 他们跟蒋介石 也确实不是一条心 这个李干流 江西的那个干啊 流 一个马子边 一个流 是一种骏马啊 李干流 是民革中央 也是国民党啊 就是投降共产党的 国民党 民革中央副主席 他是国民党的元老 应该叫民国的元老吧 李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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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返元 二次革命 就在江西湖口啊 起兵啊 等等的 张连云 张连云啊 连结的连 云彩的云 龚长张 北京市政协 原副主席 他是张子忠将军的女儿啊 著名抗日将领 张子忠 张庆成 张子忠的孙子 这个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 那看来他不是张连云生的 要张连云生的 就叫外孙了 另外可能不姓张啊 陈崇华 还是陈仲华 念崇吧 这个是杭州的副市长 他是蒋介石的秘书 陈布雷的孙女 陈布雷 有儿子 有姑娘 有一个姑娘 这个陈布雷的姑娘 叫陈什么 那是陈莲 然后女婿叫袁永熙 这两口子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说白了都是特务 然后他们呢 跟着 在这个陈布雷身边 搜集了好多情报 后来其实这两口子还被抓过 后来还是蒋介石 应该是给个面子 把这两口子给放了 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 陈莲 袁永熙 后来跑到共产党这边来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这个陈布雷的女儿 跳楼自杀了 当然也有人会说 不见得是自杀 被人杀的 反正是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陈布雷 后来觉得特别惭愧 据说蒋公啊 蒋介石 扇了他一嘴巴 然后他就服毒自杀了 陈思薇啊 陈思薇副委员长 民建 民建叫民主建国会吧 民建中央主席 他是三五年生的 要是现在的话 也有85周岁了 世界日报的创办人 承舍我先生的儿子 李慈君 是海淀区政协副主席 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继深的孙女 那么有一个被杀的 被自己的警卫员 一个山西原平县的 一个小武警战士 张金龙杀的 说是李继深的儿子 叫李佩瑶 那么这个李慈君 是李佩瑶的儿子 女儿吗 我们不清楚啊 也许是他的侄女 我们也不知道 李继深有几个儿子啊 有可能是李继深的孙女 李佩瑶的女儿啊 李慈君 现在在海淀区政协副主席 还有一个叫朱培康的 是民革中央副主席 然后是北京中山学院 董事长 你听这名字 孙中山 又是民革的 都跟国民党啊 中华民国有一定联系 朱培康 朱培康是谁呢 是副委员长朱学范的儿子 好吧 先读这一小段啊 接着待会给大家读啊 第二道